这一群头戴面罩毛帽 身穿迷彩服的乌克兰志愿军 手持舱枪模拟倚人入侵 很多人是第一次拿枪 战战兢兢听从教官指示 这位教官曾在伊拉克服役 另外这位则是经历过 阿富汗战事 还有一人出身海军陆战队 他们三个都不是乌克兰当地人 而是退役美军 此套腰包成立两星期的战斗速成班 我们期待会有一个团队的团队 兩個星期前 這些烏克蘭志願軍 只是一般老百姓 有老師 公車司機 焊接工人等等 一輩子沒有拿過槍 不知道如何扣板機 憑著一股熱血就來受訓 由於物資短缺 他們手上的軍備 大部分很陽春 甚至是從軍事迷的收藏借來的 我猜我看過了 是一個托米槍嗎 我看過了 這應該是從的收藏 那是從1930年代的托米槍嗎 是的 他們有些奇妙的機器 我看過在電影 所有新的武器都被送到前面 這是他們現在有的 如果戰鬥到後來 這應該是他們的必須要戰鬥 對 燃燭 训练最后一天志愿军终于拿到正港的AK-47步枪和十发子弹 演练实弹射击 志愿军大部分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甚至也有妙龄女子 端端两星期的恶补能发挥多大效果没人知道 但志愿军信念强大 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 让退役美军深受感动 TBS新闻综合报道